- 丁白当地时间2月20日17点30分,和2月21日13点,和北华夏幸福两套阵容,在两场热身赛中,分别迎来加速苏宁一购,和迪拜当地球队AOE队。 在与苏宁的较量中,球队1比3不敌对手。 张宁峰在比赛开始不久,为苏宁取得领先,和北华夏幸福阵线压上,将志鹏先是在对手进区被放到但裁判没有表示,而后特谢拉队将志鹏放归后传给艾德尔破门得分,彻底打乱了幸福将士的心态。 此后的一段时间,内河被华夏幸福踢得比较急走,并在班场结束前再次被特谢拉点射扩大比分。 经过中场休息,大家调整心态后,在下半场找回了比赛节奏,并多次在对手门前制造机会,但把握机会能力不足的问题,再次显现出来。 终于在比赛结束前,河北华夏幸福获得一粒点球,马斯切拉末主番命中,最终球队仍一一比三不敌对手。 值得一提的是,球队新约马尔康,在本场比赛首发出场,并打满了上半时比赛。 身高196厘米的他,拥有明显的高空球优势,但女球队磨合仍写生疏。 经过最后时刻的出色备战,但连赛开始时,相信他与队友的配合将更加顺畅。 在21日上午与南地球队NU1队的比赛中,河北华夏幸福6比0大胜对手。 他爱比赛上半时没开二度。 下半场开始不久,董学神文球队获到一分。 此后,主教练荷尔曼启用年轻小将陶强龙,攻球了罗石鹏的年轻球员悉数获得。 出场机会,小将们也没有辜负荷尔曼的信任,陶强龙没开二度,攻球了也由金球入仗。 最终,河北华夏幸福6比0大胜对手。 至此,迪拜阶段的冬训也告一段落,和北华夏幸福,以二圣和平一赴的战绩,结束了全部五场六身赛。 主帅克尔曼,对于球队本阶段的训练表示满意,我对所有球员这段时间的表现都非常满意。 从葡萄牙算起大概七周时间,球员们的态度很积极,把这段艰苦的冬训,圆满的完成了。 球队已于今天下午回到国内,随后将迎来两天宝贵的假期,这也是在地态势前大家与家人最好相聚的时光。 联赛还剩十天左右就开始了,我们也将进入联赛的备赞节奏,这些日子我们会研究我们的第一个对手深圳,并做进行针对性的训练。 科尔曼说道,2月25日,河北华夏幸福,就将前往广州进行训练,随后在比赛前赶赴深圳,全力复打好与深圳交照页的节目站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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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